这是世界最长的地铁网,全长为108公里。斯德哥尔摩的地铁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长的艺术博物馆。在100多个地铁站内,人们都能欣赏到不同艺术家的作品。斯德哥尔摩地铁于1950年通车。 每个站台内的墙壁看上去都像是地下岩洞,凹凸有致,仿佛是原始人居住的山洞。因为最初技术有限,墙壁上面凹凸不平非常难看,后来瑞典设计师通过仔细观察,根据岩石表面的轮廓,利用当地的文化特色进行彩绘和装饰,在墙壁上雕塑壁画,题词画画。 因此,每一座车站都可以说是一件艺术品,其中最经典的就是斯德哥尔摩最大的换乘站。 每天有16万人次的客流量,进入地铁站时,乘客需要乘坐扶梯进入地下洞穴。 进去第一感觉就是一个地下山洞的模样,从扶梯进入山洞突然会变得很冷,有种进入地狱的感觉。 斯德哥尔摩地铁共有一百个车站,其中47个是地下车站。 所有地下山洞最强眼的还是绘画在山洞洞穴上的彩虹,列车经过时,仿佛彩虹就架在上边。 这些地下山洞经过北欧设计师的规划之后,营造出缥缈虚幻而又奇异的视觉空间。 在灯光的照耀下,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乘客,都仿佛置身于原始的洞穴之中。 这些绘画吸引来了世界各地的游客,也吸引了一些涂鸦爱好者。 有的乘客在乘坐列车的时候,喜欢在车上涂鸦想展示他们的绘画天赋。 斯德哥尔摩地铁饱受涂鸦的困扰,列车如果被涂鸦后,会马上停止运行返场清理干净。 车站的涂鸦也要艺术家重新绘制。 单单清理这些涂鸦的费用,每年至少要花一亿瑞典克朗以上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